对着支持者信心喊话 全场喝彩连连 带科罗拉多州的这个举动 恐怕让川普和他的支持者都笑不出来 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 19号以宪法第14修正案 第三条的叛乱禁令为由 将川普列入不合格 总统候选人名单 禁止他的大名出现在初选选票上 所谓的叛乱禁令 适用于禁止参与暴动或叛乱的官员 在担任公职 事实上美国法院很少动用这条宪法条款 但科州最高法院认定 川普涉嫌煽动支持者 在2021年1月 大闹美国国会大厦 让川普成为美国史上 因相关条款被禁止参选总统的第一人 这项裁定将保留至明年1月4号才会生效 截止适用于科州3月5号的共和党初选 期间川普有权要求复审 但专家指出科州长期都是民主党大票仓 就算川普能够竞选 科州的票应该始终都握在拜登手上 川普的竞选团队19号也迅速公开回应 表示这项判决有缺陷又不民主 强调会提出上诉